嘿嘿嘿嘿 小聲一點 翁姓男子載女友回家 但後座女友沒戴安全帽 被警方攔查 第一時間報身份 被發現是無罩騎車 接著吹酒精感知器 被發現酒駕上路 就在準備酒測時 晨曦趕緊逃離現場 連女友都不要了 翁姓男子酒駕心虛逃逸 丟包女友 除了恐面臨最高 五萬五千元罰還 這下面對女友恐怕也難交代 以上最新主播 好了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烈焰狂燒著這輛 停在道路旁的黑色休旅車 黑焰直竄天際 隨即就要吞噬整輛車 駕駛趕快拿起 車內的隨身物品 拔腿逃離 消防到場伴隨鳴笛聲 火勢越發不可收拾 引起附近民眾围觀 火燒車意外 就發生在新北市 新莊區青山路一段 昨天傍晚5點30分左右 一名離姓男子 開車正要往林孔方向行駛 發現引擎有異音 車頭便突然竄出火焰 駕駛立即靠邊停車 與乘客趕緊逃出車外報警 火勢隨即迅速燃燒 現場煙霧瀰漫 瞬間整輛車燒成一團火球 雖然火勢迅速被撲滅 但休旅車已燒成廢鐵 索性車上兩人皆沒有大礙 不需送醫 當時正值下班時間 一度造成交通阻塞 索性事件很快就排除 以上最新主播 原警拿手電筒確認 車內是否有人 而人竟在車內睡著了 警方拿起警棍敲打破窗待人 凌晨警方巡邏時 發現一台微停在人行道的轎車 下車盤差 先熄火一下 有帶證件嗎 我包給你嘛 我叫代駕 我要叫代駕 陽性男子硬凹 會找代駕 身上散發濃濃久危 要酒測時坐在副駕的李姓男子 竟跳到駕駛座 開車逃逸 一路插撞六台機車 整排機車被撞得東倒西歪 而警方一小時後 在西屯區帶到人 酒測後發現酒測只超標 31歲陽性駕駛 因酒駕被吊照 這次人大膽無照上路 開的是女友的車 另一名21歲理性男子 原本坐副駕駛座 無照駕車逃逸 駕駛副駕兩人 酒駕照逃撞機車等違規 最高恐被罰34.8萬 記者王俊傑 黃山台中采訪報導 行車記錄器後方視角看到 一輛銀色轎車車速超 超快 下一秒居然左偏騎上 分隔島 還撞斷耗質感 車禍地點就在高雄騎山 25號早上轎車衝撞分隔島 前車的重機騎士懷疑 轎車是B車不成才失控自撞 但扯的是撞成這樣 還毀損公務居然沒報案 將通知車主報案說明 闖禍後直接開走 涉嫌肇事後 史離最高要罰3000元 在左營榮總附近 有行人被撞飛 左前方富人闖紅燈穿越要過馬路 被執行機車狠狠撞上 騎士連人帶車噴飛出去 富人臉部朝下趴在地上 卻被網友狂酸 阿嬤你這樣不行啦 才剛從醫院走出來又要回去 就算很近也不用這樣 兩人均身體有多處的擦錯傷 在戲指有行車記錄器拍下 前方路口貨車要左轉 旁邊突然竄出一輛直行機車狠狠撞上去 騎士整個被撞飛碰上貨車又反彈倒地 翻滾好幾圈 依靠在路數等待救援 跨雙黃線狂飆疑似要超車沒看路 自己受了皮肉痛還得賠上一筆維修費 真的是得不償失 記者金獻莊 郭怡貞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